大家好 小說 實管體 有實種不同的想法 今天我要介紹的書是《三角演義》 《三角演義》是由東漢末年和根希葉開始描寫 直到西晉初期各個重規圖的結束 以艾 蘇 宇 三個政治 軍事集團之間的形成演變 茅盛鬥爭為主宣 最後由最重的全國為結束 小說 在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上 展示出那個年代尖銳、複雜 又極具特色的軍事政治衝突 在軍事政治謀略方面 它對後世產生了一個極其生意的影響 在《三角演義》的時候 感覺上早已自身起真的三角時代一樣 我們可以學習很多人的作為 作者寫這本書最出色的地方 是在於人物上的刻畫 同一時期的著名角色 成千上萬 但是作者他們將每一部人的特點 特質 甚至是樣貌 都來臨盡字要描寫出來 之後簡直就是所有的三角歷史 全部都映入眼鏈 在《三角演義》的時候 我們可以學習很多人的作為 在《三角演義》中 即使《三角演義》中 即使《三角演義》中 在《三角演義》中 在《三角演義》中 都希望大家可以擺脫世俗 生活中 重利輕易的偏見 以追求真情實現 《三角演義》中 《三角演義》中 可以獲得各自的收穫 它可以是英雄蒲忌的兵法指引 它又可以是立身處世的倫理點法 又或者是作文說話的版本 又或者是相隨人為管理的啟發教授 只要你肯讀《三角演義》的話 就必然枉易良當 如果歷史是一個金沙漢 那讀《歷史小說》 就必然是最容易提出黃金的變劫法 揭成希望各位同學 有空的時候 就看《三角演義》了 多謝